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鸟董楞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经文 世故如来先世此咒 以未来世 保护初学诸修行者 入三魔地 身心泰然 得大安稳 更无一切诸魔鬼神 及无死来 焉恨处殃 就业存在 来乡脑海 如及众中诸有学人 即未来世诸修行者 依我谈藏 如法词罪 所受借足 同清静生 此此作心 不生以悔 是善然子 以此父母所生之身 不得心通 死亡如来 变为妄隐 萧文 依三魔地 等词 正定 定义 调之定 及隐移分层调节 亲尊注一境之精神的作用 二 无死 一切世间众生 诸法等皆无有始 如今生 乃从前世之因言而有 前世亦从前世而有 如是辗转 众生及诸法之原始 今不可得 故称为无始 三 有谁 佛弟子虽能知见佛法 然尚有烦恼未断 必须有待休闲 学习 戒定慧等法 以断尽烦恼 正德落尽 以其尚有法可修学 故称有谁 四 作心 指诸作中之精要 以上 宵 公请建佛法师 慈悲开示 各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 苗董 愣言一千日 第四百五十一日 今天我们要总结 愣言神咒的功德 持颂的功德 愣言神咒 他有不可思议的妙用 从佛陀持咒了之后 就一直不断的去宣说他的书圣 今天要总结 佛陀讲 世故如来宣示此咒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有非常多的好处 因此佛陀宣示此咒 那宣呢 就是宣说 宣布 宣示 或者是呢 宣喉 那要讲出来啊 要不然怎么会知道这个咒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佛陀就念给大家听 那展示这个咒的威力 威神 那这个咒的书圣呢 不只是在佛式的时候 佛陀他展示给大众啊 的确当时的大众呢 看到了如来献身说法 他的头顶放光 光中涌出千叶宝莲 那在现场的人呢 他看到了之后 是身性不移啊 那身性不移呢 当下就受益 那未来 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 就半性半疑 因为只能想象 佛陀所说的这个咒是什么情况 但是虽然呢 我们的信仰没有当时这样完全百分之百 可是还是有他的功德力 因为这个咒呢 不是你信不信就有效不效果 而是他本身就有这个力量 所以佛陀讲呢 于未来是 他来保护初学诸修行者入三摩地 身心泰然得大安逸 我们是不是初学啊 是因为我们在还没有正式的确定自己发菩提心 永不退转之前都会有退转的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入三摩地 那没有入三摩地啊 我们的身心就是散动的 一个风吹草动啊 我们就要起烦恼心 一个境界线前 我们就被转走了 所以啊 你要怎么样抵抗现在群魔乱舞的末法时代呢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 纵使啊 如来现在在这个时代啊 要宣说活法 也有很多人呢 觉得那个只是一种虚构的世界 啊 那现在的人 大家都有自己的信仰 啊 甚至于也有很强烈的不信啊 啊 讯息很多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有的人说他很灵 有的人说啊 他是邪的 有的人说啊 要这样念 有的人说不用念啊 因为念了也是白念啊 那你到底要听谁的呢 啊 有的人人是这样子 有的人又是那样子 啊 那初学的人啊 啊 要还没修到一定程度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了解这一部 咒语的威德 但是呢 我们就傻傻的 不管是带着也好 或者是把他读诵也好 或者是背起来也好 那总是呢 会有保护的功德力啦 那最重要的是 当我们知道有佛陀的这个神咒啊 在自己的修学的路程当中 他会产生一个身心泰然 你的心就会安定下来 你的身呢 也会得大安逸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我们要对自己的修行有信心 但是刚刚开始啊 有很多的还不确定 或者是有一些境界的时候 你的心呢 也很容易就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 那师父啊 从开始修行 接触了佛法 就看到了很多人都很发心啊 刚刚开始每天都很欢喜 觉得自己学佛真的很幸运 但是这几十年来呢 也会看到啊 许多人总是啊 在紧要关头就退转了 或者是呢 都还没开始 他就退转了 生不起兴趣来 没有办法入得两门 那真的很可惜啊 纵使有很大的善根 他已经遇到佛法了 可是却又错过了自己学法的一种因缘 所以啊 在这个时代啊 能够遇到佛陀的教法 真的是很有福报 因为佛陀宣说慈咒啊 就是要保护这样子的修行人 我们还没有入三魔地之前 那需要有好好的一个保护伞 甚至于呢 让我们自己啊 然后可以先入三魔地 那自然呢 你自己就会知道怎么应对 这样子的时代 但是还没有入之前呢 哎呀 赶快啊 有这个佛的神力加持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有的人他总是觉得 这个迷信啊 好像不好会被人家嘲笑 或者是自己也没办法说服 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行为 那你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可是每一个人 离苦得乐是本能啊 你就顺着你的本能来找 可以保护你的 让你得到离苦得乐效果的这个方法 那这个就是佛法 所以啊 在这边呢 就讲这个咒语的功德力啊 的确是不得了 那再来呢 更无一切诸魔鬼神 即无始来冤横夙央 就业成债 来相脑害 那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一般人呢 他也觉得自己念咒啊 好像也没有什么求 因为平常也没什么事 但是啊 你就不要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如果不幸 哎呀 你真的就是有一些树叶啊 旧叶成债 成年往事 现在呢 这个冤贼啊 来找你了 找上门了 什么时候会找上呢 不知道啊 啊 有没有呢 哎 你也不知道 没有遇到都不知道这么严重啊 所以有些人说 哎 我养不愧于天 辅不作于地 我平常呢 都是坦坦荡荡的 我有什么好怕的啊 哎 只要呢 没有做亏心事啊 半夜不怕鬼敲门啊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鬼来敲门啊 啊 虽然呢 哎 你是没有做过亏心事 可是你怎么知道哪一天啊 会遇到一个无解的呢 啊 那所以啊 这个地方呢 讲到的是我们引为看不见的叶 叫做树叶 他已经是成年往事 而且这个成年呢 啊 有可能是已经隔五时代了 啊 这不知道什么哪一代结下来的冤仇啊 而且那一代不是你的爷爷啊 你的祖父啊 或者是你的真真真真祖父 不是你的祖先啊 是你自己的过去生啊 我过去世再过去世再过去世啊 那也不知道哪一世 但是都是自己的业啊 那当然呢 如果还要再探讨的更细啊 那没有一个业 不是你自己的啦 有的人会觉得那就是我的前世啊 干我什么事啊 偏偏呢已经遇到了 你就没有办法推诿色泽 就像安南他遇到摩登前女 对他来讲 他也是无妄之灾啊 他也只是去脱波 而且还存好心 想要度人 结果呢 他就遇到了摩登前女 那对摩登前女来讲 他也是无妄之灾啊 他只是呢 走出来一看 他怎么知道会勾起 自己的成年就业呢 那所以呢 叫无始以来的冤恨素殃啊 那如果是阿南跟摩登前女 这两个啊 哎他算是善缘啊 哎彼此之间呢 还是有一个善缘 看对眼啊 彼此有好感 而且呢 是相伴的一个关系啊 那如果是看走眼 或者是呢 相看两瞪眼啊 彼此之间呢 你恨我 我恨你啊 那彼此是要为了来报仇而来的呢 啊 这叫做就业存在啊 来相脑害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你 就想打你一顿啊 啊 你看看起来就很欠揍啊 那你看这个就是没事怎么搞的 就会有这种恶缘 这叫横祸啊 那这种横祸呢 哦 没有人喜欢嘛 哦 所以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冤恨素殃 就是过去的业障 那当然呢 我们也不用去谈说 哦 到底你欠了多少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无始以来的贪嗔痴 都要彻底的拔除 那这一个咒语可以让我们拔除彻底 那当然就是赶快啊 趁业障还没现前的时候 赶快来把它根除 这个根可以拔掉啊 你就不要等到草长出来了 才在那边说 哦 原来有这么多杂草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彻底的一个因缘 好 那再来呢 修行啊 接下来还会遇到很多的魔讨 有魔 有鬼神 那这一路啊 其实啊 回到自己的修行当中 就是每一个关 只要过不了关 就是魔啦 不是什么三头六臂来下你 不是这样 是我们自己过不了 自己的心里面有一个局限 有一个障碍 这叫做魔 那一旦呢 我们要破关啊 要突破某一种限制障碍的时候 你的内心就会跑出来一个障碍 来自我障碍 这叫做五十阴魔啦 这个阴啊 来阴的是从哪里来呢 从你的内心 你内心当中呢 射受想行事 我要突破这个射受想行事 五蕴 我就没有办法突破得了 因此呢 在这个楞严咒当中呢 他还可以破我执啊 把这个诸魔鬼神 给完全的清除 那当然这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好 那再来呢 佛陀就讲啊 如极重中诸有学人 极未来是诸修行者 依我谈场 如法持戒 第一呢 现在啊 楞严咒会上 有诸有学人 大家都还在学习的 还没有证阿罗汉的 大家都要这样子来修 要如法持戒的来修 好 那还有第二种 未来式的诸修行人 就是我们现在啊 现在是佛陀 那个时候的未来 那我们现在已经在领受 要依着佛陀所制定的谈场 如法 就是照着佛陀教我们的方法 如法持戒 那第一个是持戒啊 最重要的就是戒嘛 好 那所受戒主 我们要去受戒的这个人呢 就是你啊 就是我啊 功德主 戒主啊 那我要去戒 受戒 要找谁 逢清净生 持此奏心 不生以会 我们现在啊 已经要持戒了 那我现在追随着这个法师 这个戒师 他是不是清净的啊 那不管你遇到的是清净 还是不清净 不是你能够决定啊 你根本分不出来啊 我们去受戒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这个是看起来 好像清净 可是你实际上是不是清净 不知道那怎么办 那你总不能说 我找一个破戒 不清净的 有受就好嘛 我们都希望呢 去受持到清净戒法 那这个时候 你就遇到一个善的因缘 就很重要 那怎么样呢 就是持此奏心 不生以会 你就好好的持奏 自然你遇到的就是清净生 而且呢 你的心啊 就不会有怀疑 也不会懊恼 后悔 为什么 因为呢 借由持奏的功德力 你所受持的戒法 绝对是清净的 不管你遇到的是哪一个师父 你都不用验证 你确定就是受持到清净的戒法 好 所以佛陀啊 他就总结 是善男子 于此父母所生之身 不得心通 十方如来 便为妄语 讲的这么的严重 他说呢 如果呢 像我们现在 是父母所生之身 父母所生之身呢 就是夜暴身 每个人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 那长的白色的青色的黄色的 就是你的肤色都各不同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是父母亲所生的 那只要是父母所生的呢 那就还是夜暴身呢 那虽然是夜暴身 可是你如果持这个咒语啊 你的心 没有通达 没有领悟啊 如果是不得受用的话 那很抱歉 那就是一定是佛陀 打狂语 打妄语 十方如来就是妄语的咯 表示什么 表示十方如来啊 保证保证 你持这个咒啊 一定会明白你的心 一定会得到心通 就是开悟啦 你的心就不会再阻塞 有的人呢 他说哎呀奇怪 我怎么很多事情 我都看不清楚 想不明白 那因为呢 我们的无名很重 所以呢 眼耳鼻舌生意六根啊 就不通达 这不通达呢 就没有神通 没有神通呢 那就是不神通 就是塞嘛 不神 有神 就是非常的清楚 这个灵明妙诀 那无神 这个就是一个空壳子 各位 两眼无神 这个人在不在 不在啊 所以炯炯有神 哎你的心是在的 是清楚的 是聪明的啊 然后通呢 哎你其实有通啊 很多事情就看得透 就知道做事要有要理 说话有重点 思考 有脉络啊 就非常合理啊 合情合理合法 那这叫做通啊 那通了之后就无事不办 每件事情都完成 每件事情都无碍 那相反的呢 不得心通 不得通就不通 不通就是啊 塞住啊 做什么都是障碍 想也想不通 想不出一个什么花 讲话呢 也常常都讲错话 做事呢 跟着颠倒 乱七八糟 那这样子呢 哎这是要怎样 就是要好好的持咒 把自己的身心都通达了 你做什么事啊 就顺了 所以有的人以为是这个咒语 有这种神通力啊 好厉害啊 搬来很多的鬼神 搬来很多的佛陀 来帮我做事 其实不是 是持了这个咒之后 你的身心啊通达 做什么事啊 都有如神柱 那个神是谁 那个神是你自己内心的柱啊 内心的智慧 如果没有这种效果呢 好 十方如来 变为妄语 你就知道 这佛陀已经讲话 讲道呢 到这个份上了 都还说 如果不灵 如果不通 那就是佛陀妄语 哎呦 开玩笑 这佛陀怎么会妄语呢 佛陀一定是如实于啊 表示什么 表示虽然我们现在是夜报之身 可是啊 精进用功 他必得心通 所以这次佛陀给我们保证再三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在总结啊 这个以来 这个持戒以来的功德 那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而时日 世尊从肉迹中 永百宝光 光中涌出千叶宝莲 有话如来 作宝花中 顶放十道 百宝光明 一一光明 皆便视线 时横合杀 金刚密集 秦山持楚 便须空见 好 那放了光之后 大众养观 为爱兼报 求佛爱幼 一心听佛 无见顶向 放光如来 宣说神咒 好 所以持咒之前呢 佛陀放光 放光如来 其身所咒 那说完咒之后呢 这个咒的功德力 有哪些呢 他说 这个功德力最厉害的 叫做出身十方 一切诸佛 然后呢 能够成就 无上正等知觉 就是可以成佛 那成佛之后 度众生 也没有障碍 于围成果 转大法轮 而且呢 转法轮还非常有效果 不但能够红法 而且还能够拔苦 娱乐 拔苦 这是最重要的慈悲 再来呢 所有的大恨小恨 都不会再遇到 应念消散 那佛陀 能够随着这个咒 成为在十方的大法王子 就是大菩萨 大发心 而且呢 对于一切不发心的人呢 他也会设受 能够呢 让大众发广大心 成无上绝 那十方如来 传子咒心呢 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啊 可以 助持佛法 让这个佛法继续兴盛下去 那从早到晚呢 如果能够啊 这样子来持的话 那么 非常非常的 重要的就是 远离摩世 让一切的身心啊 不再有这些业障 那当然 很多人啊 他就是除了书写 受持 读诵之外 还可以放在身上 或者是写在宅中 那有什么好处 一切人啊 遇到所有的毒 都不会被害 而且呢 还可以成就无上志 水 火 风 乃至于大毒 小毒 恶咒 都不会上身 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身心 甚至于有时候被人家下毒 或者被诅咒了 入此人口 可曾甘入味 那恶心都不会再耗尽 那我们就知道呢 这的确是很厉害 有很多的护法 那这个咒 有多少护法 有金刚藏王菩萨 及菩萨种族 那这个相关的 这些护法呢 就一一不可 细数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即使你不是三魔地 你是散乱心的念 就是人家念 你就跟着念 每天这样播 然后你的有一搭 没有一搭 依然会得到护持 所以这就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部咒语 这个咒语啊 有很多的好处 有很多的功德 那既然如此 我们就要发心 来护持这部咒的流通 或者是发心 把它护持下来 或者是告诉别人 有这么殊胜的一部咒 或者是呢 推广 让大家都来受持独授 或者是来供养 这都是修行持咒的力量 那这个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所以今天呢 我们讲了总结 有这么多无法系数的 殊胜的功德呢 那也希望说大家 这段时间以来 也把这个咒都背起来了 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继续要用功下去 因为这个咒啊 如果在这个时代 能够广为宣传团 广为流通 那就等于这个楞严经 都一直流通在这个世间 那当然呢 让眼睛不灭 佛法就还存在 那就是众神之福 好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我们来看看这一组 有没有要分享 师父 师兄 阿弥陀佛 我是美玲 我今天要分享 那个词 任言神众的一个神奇的感应 墨学是在那个 善清学堂上 参修课的时候 我才知道有任言神众 那在户七前呢 我很多次 既看不懂 也不会送念 但是呢 每天跟着法师们做早课 然后圣食 任言神咒 行相 作禅 晚课 那很神奇的是说 在第二天的时候 我居然可以跟到法师们 持动的速度 那整个人呢 感觉非常的空旱 那心也跟着安住下来 那尤其是说 那尤其是说在那个户下的第一个晚上 听那个穷慧师兄在提到说 如果是第一次散散那个夫妻的 然后呢 晚课跟着听法师敲大钟 做晚课 他是非常殊胜的 那常常听到洪廷师兄在口头上说 如果没有 说没有会跟也要会跟 那我就满怀着好奇心呢 就想说 那就是跟着这个做晚课 那跟着那个法师呢 恭送这个礼佛大忏悔文 那我耳朵听着这个钟声呢 口诵经文 当词诵到 大慈大悲 敏众生 大喜 大舍 济寒 是 向好光明 以致言 众等致心 闺蜜领的时候 当下就是 就莫名的非常的感动 那眼眶呢 就不经的 就泛红了 那这种法型呢 真的是 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 那非常感恩呢 就是有这样子的姻缘 可以像这样互妻 这收获非常的多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 阿弥陀佛 谢谢美玲的分享 我们在 任言 妻的时候呢 这个美玲也是上山来互妻 的确呢 有一次啊 刚好师父就 站在美玲的旁边 发现 他怎么可以念那么快 我以为他以前有念过 后来呢 听他说 我才知道 原来他从来没有念过 是第二天就会了 那而且呢 他的调啊 还跟一般的调不太一样 有一种古调 有一种特殊的韵 他念的比法师还快 那我想呢 这个应该就是他的素式的善根 过去生啊 已经有读过了 所以呢 欢迎回家 要赶快来素素归对 好 谢谢美玲 师父 阿弥陀佛 我是法艺 那我现在在这里想要分享持咒 我持诵这四年多的持咒功德 师父常说 不管是天经持咒念佛修禅 无非就是色心 心一旦色住了 就会进入观想的境界中 当境界线前 就会看到我们的念头是什么 是善念呢 是恶念呢 佛陀常叫我们断恶修禅 而在这修正的过程中 无形已转动我们的心念 心一转 境界就转 转烦恼成菩提 转说婆为极乐 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心念 用我们的心念 去推动那个法轮 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 以上就是我的体悟与感受 恭请建会法师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你问你是住在哪里的 我住在桃园 那你已经送任言座 送多久了 我差不多四年多 那每天都在做早课晚课这样吗 就是因为我都利用我的休息时间 15分钟我听YouTuber的 然后我会送一遍 那如果说比方说想要再多回向的话 我就会再多送这样子 所以你的功课就是送池任言咒 那这个任言咒呢 让你有什么感受呢 其实他给我 我上次已经有分享过 就其实 其实我之前有文法障 就是我法医 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慢慢的这些都过去了 然后慢慢的 这些经我都懂了 我就听得懂 所以我是觉得是最有 最让我感觉到不可思议的 然后让我每天都 就是很 每天都很 希望听到一些佛 就是一些开示啊 师父的开示啊 还是一些 就是一些之前的老法师 他们讲的 我都就是每天都是在 精进用功 这样子 希望能够懂得更多 这样子 很好 我们持任言咒 它是一个方便法门 那但是我们如果认真的 把它持到音声相连 入守任言三昧 它就会变成就禁之法 那这部任言咒呢 在任言经当中啊 它有很多种持法 有些人是跟着这个声音啊 一字一句的一直念 想要了解它的意思 这个是一种念法 因为不够熟悉的时候 就会照着这个音在念 但是呢 从有念归于无念 就是在一个熟悉的状态当中 念到背起来的时候呢 你的内心啊就不用再起这个声念的念头 这时候就是用不声不灭心来持重 这叫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那自然而然呢 它就会像这个光一样 这个光其实没有来 从哪里来 也没有从哪里结束 那我们的心呢 其实也是如此 只是透过这个音声 你感觉好像有一个声跟念 事实上呢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回归到自己这一念心 在持咒的时候 念念重新起 念念不离心 念念归置心 你就会发现奇怪 怎么突然之间 在听以前听的法 就突然听懂了 或者是呢 在看这个很多事情啊 甚至于都看得很明白 其实这个就是刚才佛陀所说的 叫做心通 心通就是 你现在的状态呢 是有一点障碍的 但是呢 我送持了之后 我的身心越来越安住在这个咒语上 自然而然就会成就一个通达的状态 所以呢 不管是谁 那只要你愿意送持 你会突然好像开窍了 不是一个人这样 是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 那既然如此 表示这是佛陀所说的一个好方法 如果只有佛陀可以用 那就不是好方法 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种感受 跟这种功能 那么就是好方法 非常谢谢我们这一组的分享 两个都是大修行人 我们要继续精进用功 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 谢谢